其实在网络上大家自己去搜寻 应该都可以看到 他在教大家说 我瓦斯桶起火烧起来了 我要怎么去灭 那个是很有问题 我完全不建议这么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九三先生 很高兴你去收听这个频道 让你潮安全又迈向你富 嗨我是晶晶 大家晚安 晚安 好那今天呢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讯息 我在自己家族编赖群组里面 收到一个讯息 今天的主题就要来分析一下 这一则赖的讯息 它里面讲的观念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想呢 今天就藉由这个机会 分享一下 瓦斯对我们的危害 以及呢 我们到底该怎么正确处置 我先简单讲一下结论 原则上 这一则讯息里面讲到的观念 大部分是正确的 但是呢 他给出的建议 却是我不认同的 听起来好像 只要是电器都不要去动它 包括开灯这件事 原则上我认为 教大家不要开关任何电器 这个是正确的部分 但是呢 他说要这时平静的打开门窗 以及去关闭瓦斯开关 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建议 怎么说 我们这里要弄清楚几个情境 因为我们今天从外返家回来 瓦斯它已经泄漏多久了 我们完全无从得知 有可能今天在室内的瓦斯含量 已经非常非常的高 已经到达我们的爆炸范围之内 所以这时候呢 只要有任何一个火源 它都可能会马上引起爆炸 所以你这时候在屋内 多待一秒钟 都是多一分的危险 你关闭掉瓦斯开关 只是减少瓦斯继续增加 但有可能 室内的浓度 早就已经到达了爆炸范围 你有没有瓦斯继续泄漏 不重要 这时打开窗户的目的 是让瓦斯飘散出去 降低室内的浓度 但是它降低浓度的速度 来得及吗 你有可能在今天去缓慢开窗 或者是你要去找开关关闭的同时 万一这时候门铃响了 它可能就引发爆炸 所以我从外面回来 一闻到瓦斯味 我确定是瓦斯味 我就要先跑 没有错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那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境 假设我今天是人待在家里 突然间就开始感觉到 家里怎么好像有瓦斯味出现了 这时候你可以很肯定的是 瓦斯现在刚开始在泄漏 你跑去打开门窗 关闭瓦斯 我认为是可以 我们自己会跟大家提醒说 在家里 我们除了装火灾警报器之外 我们也会建议大家 去装那个瓦斯泄漏侦测器 更加的明确知道 现在有危险 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假设我今天是不小心 把瓦斯桶给踢倒 倒下去的时候 可能拉扯到这个管线 瓦斯开始大量的泄漏 像这种快速的泄漏 你会看到它好像有大量的白脸帽子 但它这种泄漏状况非常非常的快 我会建议你马上逃离现场 因为它泄漏的速度非常快 几乎是泄漏出来没有多久 周围就已经是有爆炸的危险 然后这时候 其实大家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 是想要去关瓦斯桶 我真的想要跟大家提醒的事情 不是所有的状况 你都适合去关瓦斯桶 也是因为我们以前 很少把这种情境分开来讲 都一视同然的告诉你 这个不要开灯 不要用电器 打开窗户 然后要去关瓦斯 所以导致我们会有这种印象 反正看到瓦斯的状况 好像我们就应该要去关瓦斯 我就看过监视摄影机的画面 他踢倒瓦斯桶之后 结果那个人很想过去关 可是又一看到 那个大量的白脸很害怕 又在那边犹豫 想说要跑 又没有直接跑掉 然后想要去关 又关的不甘不脆 结果他就在犹豫的当下 忽然间现场就变成一阵火海 所以我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看到这种瓦斯快速泄漏的情况 你要做的事情是赶快逃离现场 不要再想着说我要去关瓦斯 那我们讲的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呢 瓦斯桶在泄漏了 泄漏口那个地方 起火了 超大只打火机 没有错 我的建议很简单 你就当成是发生火灾了 赶快逃离现场 该关的门关好 该叫的人叫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离开这个火灾现场 打一一拳 其实在网络上大家自己去搜寻 应该都可以看到 他在教大家说 我瓦斯桶起火烧起来了 我要怎么去灭 那个是很有问题 当时那个影片上面 大概两个方向 第一个拿一块布 去盖住那个火 然后呢 把那个瓦斯桶关掉 我完全不建议这么做 你想想看 我们正常家庭的瓦斯桶 都放在什么地方 厨房 或者是我厨房的后延 你那个瓦斯桶周围会没有任何可燃物吗 太可能 所以当他这样子火喷出来烧起来的时候 他很可能都已经把旁边的可燃物引燃了 可能要面对的火点就已经都只是在瓦斯桶上那个火点了 就算你今天很顺利的把这个火给灭掉了 然后呢 他也还没引燃旁边的东西 其实我也认为这是个危险的事情 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电影的人交错我们的事情时有讲到了 在喷火的瓦斯桶 他反而不会爆炸 你如果把这个火给灭掉了 瓦斯就会开始泄露了 如果这个瓦斯桶刚才是因为他的开关坏掉了 才导致他在开始泄露了 你又没有办法阻止他泄露 结果你现在是让瓦斯泄露到大气当中 其实反而是可能会发生爆炸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你要去关那个瓦斯桶 真的他像这样烧起来喷火的时候 你后面有空间让你绕到他的背后去偷袭他吗 真的没办法 所以我讲了那个影片的教学完全不切实际 所以我觉得快速跟大家复行一下 第一个你是从外返家闻到浓浓的瓦斯味 请你赶快离开现场打119 如果你是待在家里头闻到了瓦斯味 这时候不要去开任何电器 缓慢的开窗找寻来源 然后设法关闭他 如果真的无法确定来源或者是无法关闭他的话 请你离开打119 那当然最好的预防准备工作是去安装瓦斯漏气侦测器 然后第三个假设你今天是不慎踢倒瓦斯桶 导致他快速泄漏的话 请你赶快离开现场 不要尝试去关闭瓦斯开关 以及最后一件事情 如果瓦斯他开始泄漏 并且已经开始起火燃烧了 就请你当作是发生火灾来做应对 也不要再想着你要如何去扑灭瓦斯桶起火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关于瓦斯的危害已经处置方式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 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你跟我一样也是今天才知道 闻到瓦斯位的时候不要动电器吗 底下留言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当时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有几个疑问 他说这个夫妇回到家里 发生意外之后丈夫死掉了 这个太太还在严重的烧烫伤中试图恢复 那既然如此 他们回到家之后发生事情的经过 是怎么知道 我正在想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对 包含他还讲到说 这个回到家 闻到瓦斯位 赶快跑到厨房 然后潜意识他打开的 哇你听听他潜意识当时做这件事情 你都知道 不是一个人都死了 一个人还在重症当中 那这段过程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还知道他内心的活动 所以我光看到这边呢 我大胆的推测啦 这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事件 很多人在转售故事的时候呢 都会像这样的加油牵簇的 把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给灌上去 不要下掰好吗